今天时尚迷人会的焦点人物 我们访问到的是 麻辣天后丽金金姐 亲爱的 Oh my God 恭喜金姐 谢谢 真的好替你开心 谢谢金姐送我的这张 最棒最棒 希望你可以快乐的快乐的快乐 谢谢金姐 我们大家都要快乐的快乐的快乐 OK 这明天吃得好酷 而且这张专辑真的是2015年 最具有话题性的麻辣专辑 你这招牌首饰我们永远都要记得 而且这一张是CP值最高的 你知道我的个性 我们两个个性真的超像 今天会上这个节目 基本上是我们两个 曾经坐在一起同班一年 谢谢金姐 我坐在你旁边这个 超级设计师节目 那座鞋子怎么高怎么穿 你看我今天穿球鞋 今天换我 我要做自己了 恭喜你 好开心 那我一定要跟观众朋友们讲 在主持超级设计师的时候 他连续四个月都中感冒 四个月 你知道四个月有多长 每一次我们第一句话看到金姐就说 金姐你感冒好点吗 他甚至告诉我说 小红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死在舞台上 真的 其实我跟人家讲 可能别人不相信 真的 我记忆犹新 我真的好累 真的 我真的 我曾经跟人家讲说 我偷偷地想说 我真希望我生一场大病 然后我就可以睡饱 可是金姐 别人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 刚好我很荣幸 那时候有洪伟明时尚教父 对 谢谢小妹我是时尚 谢谢薛哥取的名字 时尚VU 可以坐在金姐旁边 我们一起担任评审 你两个都是 对 真的中间空档 都这样讲话对不对 但是今天真的是重量级的 爆发性的时刻来了 这张专辑不管是从造型 歌曲 气势 舞蹈的风格 全部都是最一流顶级的 谢谢 对 来 请金姐来 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次专辑你的理念 跟你为什么要做专辑 就是你应该知道 就是我觉得 当我需要健康了 当你拥有很多的东西 你有知名度了 那你有经济不愈匮乏的之后 你非常需要健康 那我想说 接下来在演艺圈 怎么样可以获得健康 那我就想说 那有什么可以让我 又可以运动 又可以在演艺圈 又可以赚钱 是真的经过说话分析 真的 我就很细心的想 唱跳歌手 因为唱跳歌手 一样在演艺圈 第二 你一在跳 你就有运动嘛 对不对 都比去公园跳还没钱好 有道理 对不对 对 然后一坐会起来 唱歌是好难的事 好 最困难的事情 唯一就是唱歌 要决定到韩国去克服他 你知道吗 从零开始 而且你每一个都是 天王帮你打造的 是 对不对 团队 是 介绍一下吧 然后教我唱歌的是 来自欣欣的你的JUST的老师 但是我台湾也在学 在找很多的老师 我想很困难 有啊 这次跟 这个陈建宁老师合作 对不对 然后回来之后 又请老师帮我捅手做完 但在建宁老师 在做完第一首歌之后 MV是我自己去拍的 因为发觉台湾 现在很多的地方 一直在萎缩 那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如果说每个人都 一直用钱来计算我的成本 然后我才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不骗你 台湾很多事情就做不了 做不成了 对不对 不但做不了 而且呢 菁姐 我觉得你还有一个特质 就是越南的 对不对 以前可能大家开始 不看好你 对不对 购物专家就做到购物天后 你要出专辑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 都跌破眼睛 因为不好意思啦 是所有 百分之两千 百分之两千 没有人讲好货 因为大家 其实因为太熟悉你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的声音呢 很特别 非常的具有词性 对 特殊 对 但是你可以把这个 鸭嗓 好吧 你可以把鸭嗓变瓷性 变成麻辣天后女歌手 这中间的过程 你怎么做到了 休息 休息一年之后 真的好很多 真的很多的声音 本来音域没有这么宽 而且你身体也整个调试过来 调试过来了 然后你也跑步 跑步之后 你肺活量也好了 音域就宽了 对 你也唱得到了 就有趣了 然后再这样跳舞 身材又变得再好一点点 你知道吗 欣姐 很多人说 你看像这个封面 哇 这个气势实在是 真的是气势泡瓶 谢谢 你知道这套玩礼服 身材不好 没办法穿啊 你知道这张很多都是跨国际合作 对 这一张在马来西亚拍 有的在韩国完成 然后有的在韩国录音 然后有的又到台湾在录音 这电脑在帮忙 真的我觉得做一个专辑真的 现在会带着崇敬的心去看做专辑的人 你挑最难的座 人家说你压赏就是要出专辑 而且有个什么类型的都要唱 里面有Trim Pop 有Rap 有曼歌 对 什么R&B 对 R&B 还有这个复古Disco 对 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因为风格是没有办法用 用什么机器去取代的 你知道这个风格就是风格了 对 我们常常讲定位 你知道一个商品 商品 最难的就是Positioning定位 我现在看到你对不对 我真的觉得你也把你多年的功力 你就变成是一个最棒的 统筹的Producer 本来是只要单曲 现在是怎样 单曲变EP 对EP 现在它是一整张专辑 专辑 对啊 希望就是可以的话 金曲奖也许 你不要说刚才是有机会的 希望 提名就好 新人 年纪最大的新人就好了 我觉得自己 菁姐 你刚刚讲到 对不起 你说年纪最大 你可能 你自己可能不知道 你是我们很多台湾女性 你是她们心目中的偶像 真的吗 我觉得你真的是Sixson City 欲望城市的代表 真的吗 不好意思 大家都也很羡慕你 不能讲 她真的 永远都这么爱你 对不对 好啦 然后你才是那个 姐弟恋的代表 我觉得我比Sixson City 里面的人幸福多了 真的 而且对不起 你老公还这么帅 这么优秀 这么地照顾你 我觉得真不容易 这么可爱 而且会带我开心 还会变魔术 非常好 因为我看过 所以我一定要讲 因为我又要再次强调 我是见证者 这次的专辑呢 除了因为所以 有复古风跟叶艾琳 对不对 还有爱你啊 爱你啊 而且歌词是你自己写的 我写的 她基本上原唱是 After School 去买的时候 她很高兴说 好啊 台湾有这么红的主神要唱 但是问题是 当我去韩国要录的时候 我没歌词啊 我就好吧 我在飞机上就开始写了 因为我最了解自己 我要写什么 我就飞过去了 然后飞过去的时候 她跟我讲说 我们中文都不懂 你唱对唱错 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自己决定 那就是你的制作人 OK 我就说 好 那合音我们就跟 可是你知道我一定要讲一下 你写的歌词 也好犀利 真的是麻辣天后的犀利 就是对不对 如果不爱你 对不对 After 10分钟 10分钟 对不对 你要怎么样 一切就是 Over Over It's attitude 我信你问摄影师 她不爱一个女人 她就是不爱了啦 真的 你越求她 你知道 她越看不起你 OK 你就要转身的更漂亮 更时尚的讲说 Bye Bye 你知道吗 然后去找一个更帅的人 对 气死她而已 真的好棒喔 好啦 所以你的快乐的快乐的快乐 是不是也是这样油然而生 就是要这样子 不管怎么样 每个人都一定要快乐的快乐的快乐 这是基本 OK 遇到每个人生里面 都有一定很多的波浪 有的波折 你一定要让自己度过的波折 快乐起来 那你不爱你自己的话 没有人会爱你 这句话听得很简单 但是很多人都忘了这个 如何去实践 对 而是沉溺于在说 那怎么不爱我 那怎么不爱我 所以我写的歌词 I don't care 有没有 就是讲爱情 I don't care 这样子 那你不要的话 I don't care 你真的有资格啊 对啊 然后爱你啊 就是很多男生你爱我 然后又不打电话给我 怎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还有一首嗨 所以我希望就是分手之后 不要老使不相往来 Anyway 至少讲 让我们说一个嗨 对不对 然后再也更帅 我觉得你的抗手好酷 嗨 我要学一下 不是 我觉得是个态度 你越过达 那你会得到 越过达的人生跟爱情 而且我觉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 你竟然在最红的时候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你放弃了everything 对啊 放弃 但是问题是 我没有说我不主持啊 什么时候有更好的主持 再回来 当然这是我最理所当然 就是我会做的事情 我只是再多加一条我生存之道 就让我开拓更多 我可以购物 我可以做时尚 我可以主持 我还可以唱跳 菁姐 节目最后呢 是不是你一定也有一些 小的愿望啦 或是想法 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因为我接下来就开始 要挑战大舞台了 就是外人的舞台 然后我希望接下来我能够 我人生不会告诉我 要在小巨蛋开演唱会吧 当然没有什么对你是不可能的 没有 我人生里面 字典没有不可能 是的 我人生字典没有后悔 不可能跟做不到 很多人觉得说 他好狂 其实没有 就是你愿意做 去做一定做得到 你知道很苦啊 苦你把它吃下来 我希望我接下来 歌手可以 这个部分可以做得很好 接受到大家的认定跟肯定 对我来说 我也希望我能够做一个 很好的制作者 让台湾的观众 可以享受更好的享受 哇 真的是太棒了 也谢谢菁姐带给我们 这么棒的麻辣专辑 谢谢 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 感受到不同的 看到了菁姐的金氏魅力 谢谢 OK 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 我访问谢谢 谢谢 谢谢菁姐 谢谢 谢谢 恭喜你 谢谢 当初踏进摄影棚 坐在菁姐的旁边 让我有诸多的耳濡目染 现在自己制作 并在目前主持 更能渐渐地体会到 菁姐的每一步 都走得非常不容易 但她只要下定决心 无论外在的声音多么繁杂 她好像总是能消音 并且专注地 为自己的目标而行 无论不见得能够亲自体会到 她经历过的种种 但我看懂她 是在经营自己的角色定位 了解自己 清楚知道适合自己的是什么 没有后悔 没有做不到 没有不可能 现在时尚麻辣天后的位置 除了她还有谁能胜任呢